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王一博的魅力有点紧喷是爆发 刚官宣的奥运会起手花样游泳队长冯宇 居然是王一博铁粉 多次点赞王一博 藏不住了 是不是有点惊叹王一博的魅力 这么多人喜欢他 各个圈层 都在通过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式安利他 其实喜欢王一博的奥运健儿可是很多的 李孟文 杨敏 罗天田这些人都曾表达过对王一博的喜欢 苏一鸣更是在国内外的软件上与王一博多次互动 有颜值有实力 有人贫有势非大局观的王一博 你说还有谁不会喜欢他 无论男女老少 提及都会笑得合不拢嘴 夸赞不停下来 巴黎奥运火炬传递 无疑让王一博大出圈 一手信仰 一手荣耀 为国人争光 为民族信仰而自豪 说起来 王一博多元化出圈 让人爱不失手 得益于他的魅力 不会在一个赛道中驰骋 因为热爱就会坚持 都说有着事业批的正主 就会有幕强的粉丝 的确如此 看一下喜欢王一博的 抛来娱乐圈 体育圈中运动健儿 直接点赞支持 学术圈中教授带头 用论文方式安利 更别说教育圈 各科试卷中 总有王一博的身影 文旅圈更是横扫 处处都是你 抢到上头 粉丝更是给他开辟出一条新赛道 表情包直接打开了格局 小众赛道热梗一样都不落下 王一博主要是太争气 时尚圈颤抖 海外更是名声大噪 双奢代言全球推送 传递火炬 人气爆棚 别人都在忙着拍戏 抢热度流量的时候 他却弯到超车 跑去拍了纪录片 一拍就是两部 一部是关于穿山甲的纪录片 由国际野生救援工艺组织拍摄 一部是探索发现类 由Discovery频道组织拍摄 这就是顶流和流量的差距 为什么会邀请王一博 除了人气 热度流量之外 还有就是王一博的人格魅力 这种纪录片不是随便选人的 而是多方综合考虑的 野生救援工艺组织是官方的 跋涉多地 历史两年 更是各地刷屏时推广 甚至纪录片都有手印里 由此可见 其中的价值意义 王一博多赛道发展 是年轻Z世代中 很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位 三观正气之家 更是上交给国家的男人 坐拥庞大的粉圈 却低调谦逊 不做作 他是本分 浑身有骨使不完的牛进 更是一位行胜于言的人 说到这么多人喜欢王一博 这其中就有陈明璋导演 昨晚刷到陈导的视频 陈导说有一位电影的制片方 通过他想找一博拍电影 陈导看了那个片子 不管是目前还是幕后制作 都是很好的 陈导为此甚是为一博高兴 从16年到现在 陈导可以说是一步步看着 王一博慢慢成长起来的 这么多年 王一博的作品和电影 陈导都有好好的支持宣传 突然发现 王一博快被大家给巴拉干净了 你说他故作坚强 一身反骨 可是你稍微一夸他 他会害羞 秒变小猫咪 偷偷笑起来 还甜到人心 情绪稳定还挺好骗 你说什么他还都信 支支吾吾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 一击零后他就会对回去 主打一个给你一个回馈 哎呀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一向秉持着真心换真心的王一博 他的纯粹 他的真诚 他的低调谦逊 有涵养 有素养的性格 他积极乐观 向上能吃苦耐劳的品行 他将每一项热爱 都做到极致的超强执行力 艺人多面可言可甜 可酷可帅的模样 都太吸引人 太招人喜欢了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